基隆路贯穿台北市东区 北有前往内湖的高架桥 市政府前则有地下道 南边另外有连结符合桥 跟水源快速道路的高架桥 但是中间却有长达1.6公里的路段 只有平面车道可以使用而已 也造成基隆路不分平假日 几乎天天都在塞车 不过在40年前 却有计划要将这些高架桥 跟地下道串接起来 把整条基隆路提成为快速道路的规划 后来又怎么无疾而终了呢 在1970年代末期 台北市东区的发展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然而受到早年都市计划拟定时 道路系统配置的影响 要前往内湖、南港、景美、木栅、新店 中永和等等郊区的车流 无论是从光复、敦化、忠孝、仁爱或是信义 都必须先经过斜向的基隆路 才能转上南京、巴德、和平、新亥、罗斯福路、福和桥等等 能够连结郊区的干道上 造成当时的基隆路 即便全线都已经以30到40公尺的宽度僻件 尖锋时间还是经常有拥塞的问题 雪上加霜的是 台北市政府在这个时候也决定将市政中心 从原本后站的建城区 也就是现在的当代艺术馆 往东区搬迁到新大楼里 同时还要把联勤四四兵工厂及周边区域 开发成新的商业附都心 也就是后来的信义计划区 为了因应可预期的庞大交通压力 台北市政府在1986年提出基隆路提升为快速道路工程规划报告 以僻建高架桥跟地下道的方式 让基隆路变成立体化的道路 分流长短图车辆 减轻基隆路的平面负担 整个规划最南端衔接符合桥 在这之前 由于往来台北跟永和的车流量逐渐成长 符合桥已经开始进行拓宽工程 从原本的双向四车道 一口气翻倍 来到双向九车道的规模 而就有符合桥收费站所在的位置 因为有比较宽广的腹地 刚好就可以用来作为高架道路起点 接下来在罗斯福路的北侧 则规划在基隆路四段144巷口 设置南向的进出闸道 另外在今天 台科大的操场前 设置北向的进出闸道 而这两组闸道 都是设置在高架桥的中央 基本上跟现在的市民大道高架桥 是一样的模式 然而在当时 罗斯福路口的公管圆环 早就已经名列台北市前几大拥策路口 因此台北市政府迫切希望 往来符合桥执行基隆路的车流 都可以行驶高架桥绕开圆环 原先的设计 只能让往南的进出闸道 两方向都各只有一个车道而已 代表车流可能还是难以被疏导到高架桥上 但是如果要拓宽成 两方向都有两个车道 则既有基隆路30公尺宽的路幅并不足够 必须要拓宽到40公尺才行 因此最后决定采取新的方案 也就是往南的进出闸道 采用交错的方式 入口闸道设置在台科大的南侧 而出口闸道则设置在长新街口 这样就可以让两个方向都各自有两个车道宽的闸道 而基隆路也可以继续维持30公尺宽的路幅 这个跨越公管圆环的高架桥也因为急迫性最高 在1984年就通过市政府的核定 而且很快的进入施工阶段 于1987年完工通车 成为今天所看到的样貌 接下来的辛亥跟多化路口 可以说是整个基隆路快速道路计划中最复杂的区段 一共提出了5个方案 方案1是采用最简便的设计 只有在辛亥路口的北侧 设置北向的出入闸道 除了往来辛亥路的车辆外 也可以作为前面公管圆环高架桥新建石 占用掉北向出入口闸道的替代措施 让往来公管地区的车流 依然可以进入高架桥上 快速抵达信义计划区 不过相对的在敦化南路口的部分 方案1则没有设置任何联络杂道 接下来的方案2是所有规划里面最复杂的 为了让辛亥路口跟敦化南路口都有杂道 可以直接往来基隆路快速道路 主线的高架桥到了这边 要从2楼抬升到3楼 而2楼则用来配置各种方向的杂道 当中包含了可以从敦化南路转到辛亥路 前往木栅方向的高架桥 以及联络敦化南路跟符合桥方向的杂道 而从敦化南路往南的杂道 还另外配置一只可以右转辛亥路 前往建国南路方向的分岔 至于基隆路快速道路主线的部分 除了前面提到的联络敦化南路杂道外 往来北边信义计划区的车流 也同样配置可以转到南边的辛亥路 往来木栅方向的杂道 除此之外从南边的符合桥过来的车辆 还可以左转辛亥路往西 且去建国南路的方向 虽然方案2可以透过复杂的杂道设计 大幅降低平面道路的负担 但是相对的工程难度也比较高 建设经费相当高昂 重点是基隆路必须从原本30公尺的宽度 配合拓宽为45到50公尺宽 影响层面过于广泛 所以一提出来就大概确定了会被淘汰的命运 接下来的方案3可以说是方案2的精简版 同样要新建双层的高架桥 不过是把南下线设置在上层三楼 而北上线设置在下层二楼 如此一来两层高架桥就可以用左右开工的形式 在辛亥路口设置南向跟西向的出路杂道 经由基隆路快速道路主线 往来北边的信义计划区 而南边福河桥的车流 也可以往来北边的敦化南路 重点是基隆路不需要再另外拓宽 就可以达到相当好的车流疏解效果 因此也被列为建议方案 那这样还没登场的方案4跟方案5呢 这就必须提到当时仍在规划阶段的台北捷运路网 除了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BMTC路网之外 台北市政府还另外自己进行中运量系统的规划 当中的一号线也就是今天木栅线的前身 便会从敦化南路经过基隆路之后 转上辛亥路前往木栅 因此基隆路快速道路的工程规划 也必须考量到这条捷运的重叠路段要怎么处理 在方案4里面 捷运跟快速道路会采取共构的方式新建 上层的三楼为快速道路的主线 而下层的二楼除了给捷运使用外 还同时作为出入口杂道的空间 因此必须配合捷运的两个转弯部设 主要服务的对象是北边基隆路的信义计划区方向 往来南边星海路的木栅方向 另外则是基隆路南北两项的车辆 转至星海路往建国南路方向的杂道 而敦化南路的部分则不设置出入口 最后的方案5 捷运在基隆路上将兴建在比较北侧的位置 也就是不会跟快速道路共构 因此基隆路快速道路的主线 在星海路口爬升跨越捷运之后 就会回到原先二楼的高度 至于杂道则会比照方案1 只设置在星海路口的北侧 提供各方向往来北边的信义计划区 敦化南路口同样不设置出入口 但是这两个方案同样都需要将基隆路 从30公尺托管到40公尺 才能够塞得下高架的捷运 跟快速道路以及杂道 因此最后决定在有捷运的状况下 应该要采取比较能够舒缓平面交通的方案4 而在没有捷运的状况下 则采取折中的方案3 不过无论是采取哪种方案 在往北的路段都因为基隆路的两侧 已经兴建4到12层不等的大楼 为了不让高架桥太过贴近民房 快速道路规划以双层的方式兴建 南下方向的车道设置在上层的三楼 北上方向的车道则设置在下层的二楼 然后基隆路快速道路挑过了和平东路 下一组出入口闸道设置在光复跟信义路口 由于这段的快速道路是以双层方式兴建 因此两个方案都需要把杂道插出到光复南路上 并且把上层的南下方向路口分别设在信义路以北的光复南路上 以及转向到光复南路以东的信义路上 至于下层的北上方向出口 两个方案都设置在信义路以南的光复南路上 方案一另外延伸并又转到信义路上 方便往来信义计划区的车辆使用 而方案二则是把另一个出口设置在基隆路上 减少占用光复南路跟信义路的路幅 因此报告中也建议采用方案二的形式来设置 过了这组交流道之后 基隆路快速道路的主线 从双层降回到单层 接着进入到信义计划区里面 在先前的都市计划中 为了让新的台北市政府大楼前 能够有比较宽广且完整的广场空间 所以已经定案斜向贯穿的基隆路 必须以地下道的方式通过市府广场下方 因此基隆路快速道路的主线 在信义路的北侧 需要从高架转入地下 同时在这边也设置北向的出入口闸道 让往来信义路的车流 可以进入到基隆路地下道里面 而地下道一路到中校东路北侧 才转回到地面上 不过再来的永吉路口 这又是个棘手的难题 这份规划案进行的1980年代中期 台北车站还正在地下化的工程阶段 往东延伸到松山的铁路地下化 还没有定案 因此也就没有后来的市民大道高架桥的计划 另外在永吉路口的北侧 基隆路上还有跨越平面铁路的正气桥 因此快速道路工程规划里面 必须面对的就是如何衔接这座正气桥 方案一选择在普遍跟正气桥结构的状况下 将永吉路跟东西路给立体化 东往西北的车道设计为地下道 西北往东的车道则设计为高架桥 如此一来基隆路就会用平面的方式 通过这个路口再接上北边的正气桥 北往南另外设置可以联络永吉路的闸道 而方案二则是反过来 基隆路快速道路在中校东路出了地下道之后 马上再以高架桥跨越永吉路口 因此除了正气桥需要配合改建外 还另外在中校东路跟永吉路间 设计比较复杂的出入口 北上方向规划的比较靠近中校东路 南下方向则规划的比较靠近永吉路 至于中间的松茸路在这个时候还是排水沟而已 所以也就没有额外的路口干扰快速道路的杂道配置 方案二因此被列为建议选项 接下来的南京东路口 还有着鼎鼎大名的正气桥高架圆环 而基隆路快速道路的主线 则是规划往北边的塔幽路方向 之后回到地面 方案一选择以更高的高度直接跨越圆环 而方案二跟三都需要完全拆除正气桥圆环 并且把跨越基隆河的部分 改为两座单行道配置的桥梁 因此由南京东路往来内湖的车流都必须另外绕道 方案二改从塔幽路下桥 方案三改从建康路或基隆路下桥 而两个方案上桥都要从巴德路口的基隆路 因此最后建议采用折中的方案四 拆除正气桥圆环后维持南京东路直通内湖 基隆路直通塔幽路的配置 基隆路另外可以右转前往内湖 而内湖前往基隆路的车流 则行驶旁边的单行道新桥 整份基隆路快速道路规划在1986年完成之后 台北市政府迅速发布新的都市计划 限制敦化南路到辛亥路的南侧 建物必须退缩10公尺 而辛亥路到罗斯福路在报告里面 虽然认定30公尺的路幅就已经够用 但是都市计划还是调整为拓宽到40公尺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台科大的北边 会有一段民宅紧贴着基隆路的路源 因为他们兴建的时候还是遵照 旧的30公尺的都市计划路幅 不过北边敦化到新一路段 由于采用双层高架来节省空间 都市计划仍然维持30公尺不变 但是根据当时接触过相关业务 目前仍任职于台北市政府的高阶官员说法 因为沿线有离张反对计划 导致最后高架桥必须提前在乐业街口降回平面 辛亥路口也就没有设置北向杂道的必要 加上信义路以南 被列为基隆路快速道路的优先师座路段 所以整个规划案只好打掉重来 往后随着铁路地下化延伸到松山 市民大道高架桥确定兴建 基隆河节观取值正式定案 中校东路以北的正气桥 修正为连接市民大道 提鼎大道 环东大道的双层高架桥 只剩下信义路到乐业街的路段 至今仍然只能维持平面形式 不知道当时反对的里长如今还健在的话 看到家门口天天塞车的基隆路 是否还会坚持做出那样的决定呢